字幕ickets.com Principe's 要做姐妹但又不想找化妆師那怎麼辦 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到自己都可以帮自己做到的姊妹妆和姊妹头 遮黑眼圈方面我会用橙色的遮瑕膏遮黑眼圈 然后再用湿粉刷把它慢慢印开 之后再用粉泡把碎粉轻轻地压在面上 这样可以令妆更贴更薄 上眼影之前我会在眼盖上打一层珠光的眼影色 今次我会由深色部分开始做起 先会用黑色的眼影将整个眼影拉长 画长了眼线令到眼睛有更长更大的效果 再在中间的部分用了啡色的眼影做中调的颜色 这次我衣服有点深蓝色 虽然我选了点紫色和啡色放在眼尾部分 做出深水的效果 再在眼头部分加了闪白色 令到整个眼影的渐变部分更加明显 做姐妹多数都很早起床 如果想妆更加精神 你就可以在眼头部分加一点闪白色的闪粉 眼头部分就够了 不要太多 下眼线就更加不少了 我想自然的效果 我就用了啡啡色的眼影去做 做姐妹那天当然要拍照 加眼睫毛当然不少了 贴了眼睫毛拍照一定值得更多 但在选眼睫毛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不要选太夸张的款式 否则就会抢新两镜 在擦嘴之前 我多数都会用遮瑕膏 先遮一遮唇边 然后再上唇膏 然后最后我会塗上闪亮亮的唇彩 令到嘴更加立体 完成整个妆之后 最后我会在面上噴多一次保湿 这样可以令到妆更加持久更加貼服 要做个美好的姐妹 这一部分当然不少了 最简单的就是 首先将整个头都夹弯了 头壳顶扁扁拍照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可以将头壳顶的头发拿起 用削梳用刀梳的方法将它疏松 然后再用梳 将头壳顶的头发梳回画面 然后就可以落个夹仔 让刚才梳起的头发 今次我会做一个 側方的姐妹发型 側方的发型 側方的发型又易做又耐看 大部分女生都适合做的 另一边我就会用两条头发 将它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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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